喂 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HTML5的簡介 然後我是江國民 然後我是 美老師的專題學生 今天是我要講的主題 有HTML5的歷史 然後 我會介紹HTML還有 CSS還有JavaScript 然後介紹一些 HTML5的 新的元素 什麼是HTML5呢 HTML5是由 HTML還有CSS3 和JavaScript所組成的 在 2014年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 由W3C所制定的標準 它的目的是為了 減少 外掛程 對外掛程式的需求 有哪些外掛程式 例如說 Adobe Flash 然後Microsoft Chiberlite 但是因為HTML的 盛 盛期 然後這些外掛程式 已經開始視為了 HTML5還提供了一些 新的元素 等下就會講到 然後這是 HTML到HTML5的歷史 為什麼HTML沒有1.0這個版本呢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有許多HTML的版本 但大家認為 這個 這個人 Tim Berners-Lee 他是第一個所建立的人 然後 因為HTML已經 滿足不了那個使用者的需求 然後才會出現 CSS和JavaScript CSS的 用途是被用來做文字的排版 然後做背景那些的設定 然後他的創辦人是 這個 這個 BuzzBuzz 然後 JavaScript是被用來做 HTML動態的那些方面的 然後他可以直接被遷入到 HTML的網頁中 他的創辦人是這個 那個 Branch Inc 他 也當過火湖的CEO 然後到了1999年 HTML出現了4.0.1的版本 隔了10年才出現了HTML5 在這中間就是 那些外掛程式的 最新盛的時候 HTML有什麼優點呢 他有 相當簡潔的那些 語法 如果你寫一個網頁 那個 語法正確 然後又簡潔的話 瀏覽器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你的 網頁 然後他可以讓 網頁的載入速度 瀏覽速度變得更快 我們看一下 這是HTML的 基本的語法 首先第一個就是先下 document type HTML 這是 他定義了 那個 HTML這樣 然後HTML 在包含了head還有body head這裡就寫 寫那個標籤title 然後Page title 會顯示在 網頁的最上面 就是分頁那裡 然後body就是 你網頁所顯示的內容 我們看一下翻例 然後 然後看到了 他的body就會顯示在這裡 H1 H1就是他的那個標題 標題由H1到H6 H1是最大的 然後最重要的 然後H6的話 就是 比較小 然後比較 不那麼重要的標題 我們改一下 H6 就變那麼小了 然後他的title Page title 會顯示在這邊 這個為什麼不一樣呢 因為他是 寫在另外一個 他是寫在 這裡 他的title寫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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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title是這個的 網頁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 好 這是HTML的架構 HTML 就是 他包含著head跟body 然後body 這些白色的部分 就是 瀏覽器會顯示的部分 看一下這個範例 就是跟剛剛一樣 也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來檢視一下 那些 標籤的 意思 然後Document Type 我們下面再講 然後HTML 就是 它可以 解釋 它 形容它是一個 HTML的文件 然後head 它提供了 文件的一些資訊 然後title 就是顯示在上面 然後body 它可以讓使用者看到 網頁的內容 然後h1 它也就是顯示那個 標題 然後tag 在這個括號裡面 它就是 表示這個 標籤的名字 然後 包著內容 這樣子 然後最後 在結束 tag的前面 要加上一個 斜線 這是 剛剛看到了 然後Document Type 它可以有 這四個 四種形式都可以 那我們建議是 用這個是 大家所使用的 語法 它Document Type 大寫然後HTML 小寫 然後這是 HTML5 跟之前 HTML4.01 的語法不一樣的地方 你看它 它的語法變得更簡潔的一點 然後 然後 之前的語法是很複雜的 然後那麼長 一串這樣子 然後這是把Title 下在 段落裡面 這 HView 這個Title 名字叫HView 然後 HView後面 Value是要用雙以後 把它刮好起來的 看一下這個範例 不好意思 打開你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的 這邊的同學 也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背景 那有些同學對這些 已經很熟的話 那你就請你自己做 你自己的事 那 那有些同學 如果你不熟的話 那 剛剛講者的 都要講 那 這邊用的 Title 這個線上Title 是入門 在Web入門裡面 非常popular的 它有一些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 這叫WC School 那 你就可以自己 如果你有電腦 或是用實驗室的電腦 你就可以直接連上去 然後可以自己走 看你有 那這個 在這個網站裡面 不管是 HML HL5 還有這個 CSS JavaSquare 這些基本的東西的入門 你大概花個一星期之內 我想你就可以 很完整的入門 但自己去做 它都有線上的 互動的範例 所以是蠻好的 可以很適合自主學習 可是 在 像這些東西 大概是 我們今天一天之內要 要談完 所以它在 在這個講者講的時候 它只能夠講到 就抽出一些東西來講 一個 一個基本的概念 所以 所以大家就看著自己的 那當然隨時有問題 就提出來了 我就幫他補充一下 好 然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範例 所以 title 它如果下載這個段落裡面 然後這個段落 就會顯示title 移過去的話 About W Square Square 那如果不加雙引號的話呢 不加雙引號的話 它就變成 它空拍之後 它就不會有 只會顯示這樣子 所以雙引號是非常重要的 好 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 連結的 attribute 然後 tag是A 然後 attribute是打Href 然後 後面接 UIL 也是把它雙引號起來 然後 看一下 它就會顯示 這是你要出現的內容 This is a link 按下去 它就會跳到這個頁面 好 還有 size attribute 看一下 size attribute 就是 可以顯示 調整那個圖片的大小 或者是那種 文字 欄位的那種大小 然後 它這個是 image tag 然後 用sauce tag attribute 然後 這是 圖片的 入境 然後 它的寬度 高度這樣子 那我們 調一下它的高度 它就變那麼寬了 然後 alt alt 這個 attribute 當你的 入境 它的圖片 找不到的話 它就會 出現這個 代替的文字 他們改一下這個 把 路徑 亂改 好 沒有顯示文字 看一下 好 就是這樣 Di圖形 就是那個 對 Di圖形 嘿 照理說 都會顯示文字 它沒有顯示 它沒有顯示 好 這些 好 我們看到圖片 然後 接下來我講的是 它這個空白 就算你空的再多 它還是只會 用一個空格這樣子 就是 你空這麼多嘛 然後 它還是只會顯示 一個空格這樣 所以你空在多 都是沒有用的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了 ntag 雖然在html5 裡面 可以忽視那個 結束的標籤 但是 你在 別的 環境下 你需要更嚴謹的話 你就 不能忽視這個 結束的標籤 然後 如果要換行的話 就打 break 就break 標籤 把 VR 加在那個 段落裡面 然後 它就會 換行 然後 看一下這個 performated的標籤 它可以忽視的呈現你 打的格式 就這樣子 它就馬上 跟你打的內容一模一樣 你怎麼打 它就會是怎麼呈現的 也會 也會 好看一下 所以你空三格 它也會空三格這樣 都是一樣的 好 好 然後 這 再來是 style attribute style attribute 它的語法是這樣 在 後面把它 寫 property 它的那個 比如說它的 color還是 background 然後它的value 它的 顏色碼還是 它那個 顏色的 名字 然後 要加個帽號 看一下這個 I am red I am blue 就是 把 style放在 H2裡面 然後 然後再寫 color red 也可以寫 顏色碼 改成 FF 不見了 FF是白色 啊 就變成黃色了 對 然後 也可以設定背景的顏色 body 是 就是整個的 頁面這樣子 那如果把它改在 段落這裡的話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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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一下 text 這是剛剛講的嘛 style的語法 然後它是 property 跟value 然後看一下 text color 改變字體的顏色 剛剛是 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把它下在這裡 然後它就會改成字體的顏色 然後還可以改字體的 字型啊 然後大小 都是一樣的 都是在style 然後後面加上property 然後還有它的value 就可以改 它的那種 各種的 不一樣的 樣式 字 字體 等一下 你說我拿兩個 text size 對 跟 跟 沒有啊 只有這個color而已 對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然後這個圖片是 你可以把 這段畫 然後變成 初體字 就是在 段落當中 加個b 它就可以把這段畫變成初體字 然後 初體字 看一下這個 b 它就會把這段畫變成初體的 然後還有strung 但是這兩個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這個 不過在 開發者的角度看來 strung是 看起來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 i 就可以把那個字體變成 斜體 然後 emersize也是斜體 但是也是一樣 跟 跟剛剛那個strung一樣的意思 在開發者角度來看 叫emersize的 那個語法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 還有一些什麼 small mark delete 這些 都是 一樣的用法 對 看一下 它是怎麼 如何加那個 註解的呢 就是這樣 小於 然後 這樣 剪剪 再把它包起來 這樣 然後如何 做一個連結呢 這是一個連結的語法 就是剛剛講的 然後 A標籤 然後 href的 attribute 然後後面接一個 UIL 然後這裡是你要顯示的文字 然後這是範例 我看一下 它就顯示這樣 vishourhtml 就出了 按下去 就有 網站就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你還有 本地的連結 就比如說 在你網頁裡面的分頁 你就可以不用打 HTTP 那個TripleW 你就可以直接打 你分頁後面的這個 它可以直接連到你 這裡看不太出來啊 然後 會改那些連結的顏色啊 然後 它的圖形啊 這是後面那種 那個 CSS的預防 我們等一下再做 然後這個是 就是 當你按下去連結之後 它會開啟一個分頁 或者是 它自己變成那個網頁 blank 就是會 開啟另外一個分頁 那我們試一下別的 它就 自己本身會開出 一個網頁 對 然後 TOP跟Parent也是 也是一樣的 好 然後 我們可以用 圖形來做連結 比如說 在 HREF 這裡 A A標籤後面 然後再 插入一個 那個 Image的標籤 就可以 直接 按這個 圖形就可以直接 連結 到這個網頁 連結 連結可以 用 id這個 attribute id這個 attribute是什麼呢 id attribute就是 把那個 value取一個名字 然後 可以呼叫到 另外一個 那個 value那裡 看一下 比如說 在這裡取一個 頸 c4 這個頸是一定要用的 然後 c4 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直接跳 c4這裡 同一個 id這裡 然後 要講的是 一個表單 table 然後style 它的寬度是 100% 然後 tr是 一列的 一列的那個 表單一列這樣子 然後它一列當中 它的 table的data 就是這樣子 Gio Smith 50 然後下一列就是 if Jackson 然後94 這樣子 看一下 翻例 它就 這樣子 一列 tr 一列 然後 這樣子 一列 這樣子一列 然後我們可以在 表單外面加上 一個 框框 order 這樣子 order等於 1 它的 寬度就是1 我們改成 5的話 它就會變成 更寬了 這是 css 用的語法 我們等一下再說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它那個 這個 邊線給取消掉 剛剛那 陰影的部分給取消掉 就是 下 border collapse 然後 collapse 這樣子 這是css的語法 我們等一下再講 然後 你可以在表單下面加一個標題 就是下 th 然後th也可以 然後 然後它的預設是 至中的 然後是出體制的 然後是出體制的 th這裡 然後 也可以 改變它的位置 這也是cs的語法 我們等一下再講 然後我們也可以把 表單 那個 列跟行 給 打 打散掉 比如說 你在telephone這裡 打 color span 等於2 然後它就會有 兩個 兩行 這樣子 我們再 改一下 把它改成 有 一列有 四個元素 然後 它就 不會有這個 然後把它改成三的話 它就變成有三行 對 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它只把它改成 列 raw span 這樣 然後 用caption 這個標籤的話 就是在 你的表單上面 會有一個標題 就是在形容這個表單的標題這樣子 然後caption 就打在這裡 table 一開始 然後不同的 style 它就會 給不同的 表單這樣子 比如說 你這個 這個 表單 style 是100% 100% 然後 這個 id的話 是 t01 它就會 用這個 t01 一樣的id t01 顯示一樣id t01的 風格 這樣子 我們改成 10%的話 對 只有這個變 然後這個就 沒有變 因為它不是用t01的風格 這樣 這個就一樣 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 沒有排序的 list 它就會用 原點啦 或者是 正方形來表示 它就不是用1234這樣子來排序的 ul list 就是它那個 表單 的內容 apple啊 banana啊這樣 然後看它是 預設是 圓形 十星的圓形 我們要改一下 改成 list type style type 也是圓形 然後circle的話 就是空心的圓 這樣 好 正方形 然後沒有 然後這個是 有排序的list 如果你要有排序的list 你可以 顯示 E啊 或大寫的 英文字母 從A開始 然後 B 小寫了A 你不能從B開始 B 沒辦法 所以只能從 從 大寫了A開始 對 對 好 然後小寫了A 然後羅馬字母 羅馬數字 然後小寫羅馬數字 然後 然後 還有 形容這個 的表 表單 就是用DL DL 然後 DT就是 這個 項目的名字 然後 DT他就會 收牌進去 這個 這個 是自己打的 就是為了 比較好看這樣 他就會自己 收牌進去 就是 形容這個 東西的 名字 然後 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潮縱回圈 潮縱的 欸不是回圈啦 潮縱的這樣子 然後 也可以把它做成按鈕這樣 然後 這是 CSS的 等一下再說 然後 你也可以取 一個 class的名字 在class的名字 前面 加一個點 它就可以變成class 然後 這個 Division就是 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的 標籤 比如說這個 Division 這樣 H2跟 Paragraph 它就是一個部分 它如果在 後面再加一個 Division的話 然後 它 它就也是一個部分 所以Division 可以把它 它裡面的東西 跟另外一個Division 區分開來 然後 我們看一下 這個class class class 就下一個class attribute 然後它的value就是 它的class的名字 點 之後的名字 然後它就會 用到這個 它裡面的 看一下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 Division 它是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的 然後 把 cass的名字 改掉的話 好 它就 不會用到這個 cass 好 cass 剛剛講的 span 就是可以把東西 分離開來 然後可以 單獨的 對一個 東西 做 變化 然後它這個 再點前面加個span 的話就是 只有span 可以用這個class 那如果把它改成 paragraph的話 那它就沒辦法 沒辦法使用 然後把這個 p 好 就這樣 好 然後這個 phone phone就是 可以 顯示 使用者輸入的 那些 東西 看一下 phone 你可以用 input這個 tag input這個 tag 看一下這個 input 它的type這個是 text 你可以改成 number或者是 dat都可以 然後 它的name是一定要下的 因為如果它沒有下name的話 你傳過去的值 它就沒辦法讀到 你輸入的值 它就沒辦法讀到 對 對 看一下 好 radio button 你就把type改成 radio 然後 name is 就是 讀它的值 然後 它的預設值 如果沒有這個check的話 它就 欸 什麼都沒有了 一開始的話 就什麼都沒有 你可以選 而radio button 就 就只能選一個單選 這樣子 submine這個button 當你按下submine這個button之後 它就會把值傳到這個網站 action這個後面這個網站 action page這裡 是miki first name 是miki 如果我剛說的 如果沒有打name的話 它那個first name 它就沒有辦法讀到這個值 對 所以打name是非常重要的 hhbue 那哪時候get 哪時候poster 在hbue後面可以加個master等於get 或者master等於post 哪時候要用呢 如果你不想讓使用者看到它輸入的東西的話 可以用post 來加密這樣子 就可以只讓 那個開發者看到 那如果想要讓使用者看到的話 就可以加個get 它預設的是get 然後再name attribute hbue 那hbue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你是一定要下的 看 如果它這個沒有下的話 它就會讀不到 讀不到這個 miki的值 它如果沒有加name 把它加上 name 它就會讀到miki的值 然後這個 你可以把 那個data 改成更好看一點 在legend legend就是在框框 顯示標題這樣 它就會在框框這裡 顯示標題 它如果改成p的話 它就會顯示在框框下面 不會直接顯示在框框的線上 然後 然後 再來講的是 CSS的優點 CSS的優點是 它可以分離 那個style和架構 然後 把style 存放在 CS的文件當中 然後 把架構 HTML只執行 網頁的內容 然後 這樣子 簡潔的程式碼 可以讓搜尋引擎 更快的 搜尋到你的網站 然後 它有 一致性的設計 就是 CSS是那個 W3C所制定的標準嘛 然後 它有 一定的排版 然後 所以它可以在很多的平台 或者是 瀏覽器上面所使用 看一下 然後 這是 CSS的語法 它一開始下的這個 H1就 Celter 然後 它的 定義就是 是 在 property 然後 一個value 然後 在 兩個定義中間 就是 加一個分號 然後 value 中間千萬 比較空白 比如說 12到 12個px 中間千萬不能空白 這樣子它就會 錯誤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是 改 字的 那個 這個 位置 這是把它製中 然後變成紅色 看一下這個範例 然後 這個 看一下這個 變成 Center 然後紅色的 然後 把它改成 野邊把它改成 右邊 然後 它就跑到右邊去 如果 都不打的話 它的預設是 左邊 然後 ID Celter 取個ID 然後 這個是用Celter Celter 前面加一個 緊 它就可以被ID使用 對 對 我把它改成 變了 就沒有防 那如果我不加緊的話呢 緊字號 也沒辦法使用到 對 所以一定要加個緊字號 好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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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就是剛剛講的 在 個 名字前面加個點 它就可以變成 class 然後再下 class這個 attribute 然後後面 value center 它就會使用到這個 那如果 在前面加個p呢 在前面加個p的話 它 就沒辦法用到 這個class 它就會變成這樣 那如果我不下這個p的話 它就兩個都會 可以用這個class 然後你可以把 很多的Celter 把它 放在一起 然後 就語法是 h1 然後 每個Celter 然後 痘號 痘號後面 然後 加一個Celter 痘號 空白只是為了讓它 更好看而已 更容易讀這樣 這樣可以 就可以把同樣的風 Style的東西 全部放在 那個 包在一起 這樣比較好看 然後這個是 背景的顏色 你可以改背景的顏色 用色碼 或者是 使用 顏色的名字 然後 或者是用RGB 這樣的 方式 來 這樣子 value 打一下 改成 red 然後 就變成紅色 好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16 鏡位的啊 還是 然後也可以在背景加個圖 因為這個圖的話 你就在後面 URL後面 然後加上 背景 那個圖的位置 可以這樣子 好 我 好 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範例 因為它就 它的圖會 讓字 看起來比較不明顯 好 背景你可以讓它 不好意思 打蛋你一下 不是下午要介紹 CSS 為什麼你現在 在這邊介紹 CSS 因為HTN5 有CSS 那你這個 這邊跟下午的 會重複嗎 不會 它 我們就跳過那個內容 就是下午介紹的 會 會跳過你的這個部分 對 OK 然後 我們可以講一下 講一下這個 它是 如何的 它是 如果沒有那個 它預設的話 是會一直重複這個圖片 它圖片 就會像水平的 一直重複 重複這樣子 然後 它如果把它改成 no repeat 它就不會重複 那個圖片 它就是一個 一個圖這樣 然後 你可以把那個 語法打得更簡潔一點 這樣子 然後 顏色啊 它圖片的位置 然後 不重複 然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 連結 把它 改 改變連結的顏色啊 然後 把滑鼠移過去的時候 連結是什麼顏色 或者是你要訪問這個 按下去的時候 它的 連結都會變成不同顏色 比如說 這個 按下去之後 它變成綠色 然後 然後 滑鼠移過去的時候 它就是這個 粉紅色的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 也可以用 把它做成 文字的修飾 也可以把它做成底線啊 或者是 none 就是它 按下去之後 它不會 有顯示 它也一樣是這個 會往underline這樣 這樣 然後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底線啊 或者是 然後 也可以把它 用成 整個 背景都是 這個 連結背景顏色 對 改成 red 移過去的時候 是紅色 然後 按下去 的時候 然後就變成藍色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 css 的 架構 它這個內容 包在那個 padding裡面 padding就是 border裡面 就會全部都塗滿 padding的 顏色 然後 border是 外面的 框框 然後 margin就是 你迪 那個網頁 那個邊邊的距離 這樣子 看一下這個 border style 這個是 它可以把那個 框框做成實心的 或者也可以做成虛線的啊 還是 那個 雙線這樣子 看一下 可以做成那麼種 這樣子那麼多種 樣子 虛線的啊 或者是 雙線的或實心的線 這樣子 也可以把它改成 改成有顏色的 OK啊 Border style 怎麼改成 改成虛線的話 這樣子 然後 改成 這是 虛線的 這個 範圍 範圍 欸 黑框央 是不是只有它內建 還是我們也可以去新建 新建 它只有內建的 對 然後 你也可以改他邊框的顏色 你可以改他邊框的顏色,而且你也可以改他左邊或者是右邊上下的顏色都可以各自的改 各自的改他的 上下左右的邊框都不一樣 如果再打個顏色的話 上面的 然後如果你下簡潔的語法的話 你就可以下他的上下是虛線然後左右是實線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是簡潔的語法 然後 這個是margin,你離邊邊的距離 就可以讓他排版看起來更好看一點 然後margin100 就是你離上面這個 還有個100 然後改一下 10的話 比較近一點 然後他也是有簡潔的語法 他也是這樣上下是100然後左右是50這樣子 看一下這個 如果改 就距離旁邊都是20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就距離旁邊都是20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padding的話 就是在content裡面的部分 他就會全部變成 padding的 然後再看一下 他就在框線裡面 他就在框線裡面 就距離 這個上面25然後 右邊也是50 左邊25這樣 距離這個padding這樣子 左邊是50然後右邊是50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有簡短的語法 也是上下然後左右這樣子 那如果你下三個的話 他就是 第一個是上面的 然後 中間的是左右的 然後下面是 第三個是下面的 我們看這個 哆啦A夢的例子 然後 這堆啦A夢是 全部用 CSS 所寫出來的 然後 可以 他眼睛很會動 可以改一下他的那個 顏色 這是CSS一個很著名的一個例子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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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的 可以仔細的去 去 study一下他的口 好 我們改一下 他的顏色的話 改一下他 鈴鐺的顏色好了 鈴鐺 鈴鐺 他的顏色 是 這裡 然後 那顏色就變 然後再來介紹的是 JavaScript JavaScript有 以下這些特點 就是會有 動態的那個 形態然後可以跨平台這樣子 有 可以 在直接對使用者的輸入然後做回應 然後不需要 等那個 Web的回應就可以直接 動作這樣 然後 JavaScript 本身就是 依賴在 游玩器上面 所以他可以 不需要 管他那個操作的環境 然後所以就可以跨平台這樣 然後這是 JavaScript的基本的語法 我們就下 定一個變數 X5 X5 X5然後Y6 然後 Li 就是等於11嘛 看一下這個 基本的語法 X5然後Y6 Li等於11這樣 然後 然後 這些基本的語法 比如說看一下這個 韓國在這裡 加上 Squip 然後 Document GetElementById 然後這個是 Demo是他取的一個 ID的名字 你可以隨便取一個 然後這些都是 他的語法 這一定有的 然後點 InnerHTML 然後後面就是他要顯示的內容 P 還會顯示在這裡 然後 你也可以用成雙一號也可以 可以 也是一樣會有 名字跑出來 那你也可以去 運算這個 直接運算 不需要用那個 取 取變數的名字 就可以直接運算它 換個是 50除以 5 就會出現10 他就可以直接運算它 你不需要再 我還取一個變數的名字 這些就是那些他的運算的符號 然後 JavaScript怎麼做註解 是跟Java一樣的 只有一個反斜線 一個斜線 信號然後 把東西包在裡面 信號斜線這樣子 是跟Java一模一樣的 好 JavaScript是 是有區分大小寫的 是有區分大小寫的 大小寫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這個改成 ListName的話 都改成ListName 他就沒有辦法 讀到這個 Daw還是Peterson的名字 所以他是有區分大小寫的 這是 就是 看一個Button Button 看一下 下Button的標籤然後 按Click 然後GetElementById 然後後面是 你ID的名字 Demo 然後 這次都一樣的 然後他的Type是不一樣的 Type是Date 然後按下去之後 顯示現在的時間 按下去就會一直跳 然後如果你要在這個按鈕 直接變成這個時間的話就在 InnerHTML前面加個 This 然後整個按鈕就會變成 現在的時間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的 現在的時間 好 看一下這個 好看一下這個 這就是沒有按鈕然後可以直接把時間 顯示出來 這個按鈕 他就會加一隻顯示出來 如果你不加按鈕的話 然後 他的 日期 你可以用很多種方法 解釋 比如說 另外一個Date 或者是 在NewDate 裡面加上 指定的日期 然後 你可以寫 出入數字 他的 開始日期是從 1970年的 1月1號開始 然後他是用 mesecond來計算 為一個單位的 所以你8640000就是 一天的時間 然後他這個 為什麼會是8點呢 不是從12點 因為 在台灣是標準 是震霸時區 所以他會從 他會顯示8點 然後 script 我們也可以直接 下數字然後他就會 直接顯示數字出來 如果下 1989 他就 他的年 如果你只下兩年的話 他就會顯示1999的 他的預算是19 然後 再接以後打的年 所以如果你要完整的話就要打 完整的 2059 然後他就會顯示2059 然後 盤路順序是 跟你打的不太一樣 他順序是從 日 那個星期 然後 月日年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 下面都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 你可以 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然後 把那個 DAT傳在D裡面然後再用字串顯示出來 就直接這樣子顯示出來 好 好 開箱いく 然后我们现在休息一下